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我们是不是常常想到过去 而如果一个人常常说我曾经,我已经 会有什么样的危机呢? 今天我们集思想历代之下24章 我们思想约阿师王 他曾经重修圣殿 而后来离弃神,被神刑罚 他的人生前半段后半段有强烈的对比 在他七岁的时候登基作王四十年 前面经文我们看到 他有六年的时间被圣殿保护 逃避了亚特利亚的追杀 而在耶尔耶大的帮助底下 他能够顺利当王 而约阿师在耶尔耶大人在世的时候 他行神眼中的正事 有一件事被神纪念 就是他修理圣殿 他重修圣殿,命令祭司向百姓收 捐营来修补圣殿 为什么要修补? 因为亚特利亚过去推动拜偶像 拆毁圣殿 而祭司立位人却不急速办理 约阿师很负责 他另外想一个方法 是做了一个柜子 鼓励百姓将捐项直接放在柜子中 把这个柜放在殿门外 鼓励百姓奉献 而百姓欢喜奉献 有很多的奉献开始投入 让他们可以重修圣殿 以及器皿 在耶尔耶大在世的时候 众人常常在圣殿中献祭 而耶尔耶大年130岁的时候 他过世了 他死的时候葬在王的坟墓 代表对他的尊重 而约阿师王呢 当耶尔耶大过世之后 他开始改变 首领朝拜他 他骄傲 王听从首领的话 离弃神去侍奉外邦的偶像亚瑟拉 而因着这样的犯罪 神的愤怒领导 神仍然很爱他 不断差遣先知来提醒警戒 一个先知是撒加利亚 他是谁 他就是耶和耶大的儿子 也是约阿师的表弟 或是他 或是表哥 圣灵感动撒加利亚 提醒 因着你离弃神 神要离弃你 而约阿师听先知的话吗 过去他听耶和耶大的话 但今天他觉得他长大了 还有自己的想法了 他谋杀撒加利亚 并且是在神殿中把他打死 各位如果记得 耶和耶大要杀恶人 亚大利亚也不敢在圣殿中 但约阿师却在圣殿中杀 一人撒加利亚 他一点都不想念 耶和耶大对他的恩情 他把耶和耶大的儿子杀掉了 撒加利亚临死前 他呼喊怨神神冤 后来果然亚兰人来攻击掳掠 后来约阿师患重病在床上 陈朴背叛他 把他杀死 约阿师让我们思想 他在早年的时候 他重修圣殿 他行神眼中的事 到了晚年 他可能常常讲 我曾经热心 我过去怎么样服事 如今他不再热心 他偏离神 而后来的结局 何等的可怕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常常思想 可以如何更多爱神爱人 如何更多的服事神 关心身边的人 而不是常常说 我曾经 我过去 我们来祷告 求主帮助我们 如果我们过去曾经热心 求神让我们今天 比过去更加热心 如果我们曾经软弱 让我们速速悔改 让我们千万不要 万劫不保 求主怜悯保守 谢谢主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